美国动物园传出疫情 这只四岁大的老虎 因为出现干咳症状 经过检验成为首例确诊 COVID-19的老虎 北市动物园启动紧急应变 未来将哺乳动物类群的 照顾焦点范围再扩大 今天之前我们大概 当然焦点比较集中在 类群分类上比较靠近的 我们早就针对所有的灵长类 我们第一线同仁一定都是 戴口罩 戴手套照顾 那当然现在开始 大型猫科 小型猫科动物 我们也应该会比招办理 戴上手套和口罩 为了避免地面污染物 进出得穿上雨鞋 这是保育员照顾 灵长类的基本配备 除了原本就加强防疫的灵长类 现在再加上猫科 另外动物园的人力 从三月中就改分组上班 如果有需要将在动用之前 培养的跨区人力来支援 都是住在不同的空间 为了让所有的动物 相对均匀地去运用到 比如说户外活动场 或者是比较大的空间 有时候会做调度 更密切注意动物的各种生理症状 万一有可疑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调度就要暂停 让它在自己的地方 等同是分仓 至少做到一段时间的隔离 专家强调由于现在容易感染的 哺乳类动物与民众都有一定距离 未来如果疫情更加严峻 不排除以利牌提醒 动物与人也要保有安全社交距离 在新闻黄宣李明华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